走 走 走 好 来 小柔 我是真没想到你能找到这儿来 我答应过你爷爷 永远不让你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这些年 我们一直瞒着你 看来是瞒不住了 爷爷他 当年啊 你爸妈在高山参见工作的时候 出了一次意外 就是那次食物中毒的事件吧 看来你已经知道了 因为这件事情 你爸妈进了监狱 你 出狱后 你爸爸没多久就去世了 你妈妈受不了这些打击 慢慢地就精神失常了 她是好是坏的时候 求我和你爷爷 一定不要告诉你这件事情的真相 她希望你幸福 不希望你背着五天 你白色活着 后来 你妈妈的病越来越严重 我跟你爷爷商量了 你妈妈 就把你妈妈接到了桃花 牵过来炒工 把火花也牵过来了 你们在上海的家也搬了几次 结婚邻居也都散了 以前的事情 妈妈也就淡忘了 再后来 你妈妈就 什么人都不认识 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每天 就做了她唯一熟悉的一件事情 就在这个小燕子里 你天然的手工的工艺 乃做酱油和花雕酒 十一年前 高饭山偶然尝到了你爷爷 带起了酱油 那种熟悉的味道 让她产生了疑问 她就问你爷爷 你爷爷怕她知道 你妈妈还活着的消息 只能带你离开了高家 所以 我们不是从高家被赶出来的 当然不是 原来是这样 可是没想到啊 高饭山 还是找到了这里 你是说 我爸来过这里啊 对 你爸爸在她去世的前一天 来到了这里 你爸爸可能觉得自己来日不多了 一定要解开这个十一年的疑问 就找到这里 找到了你妈妈 小燕 我知道爸爸为什么会出现在大西弄她了 她就想告诉你 你妈妈还活着 我爸 应该是这样 我听说她是心脏病发做私的 可能是当时太激动了 在导致心脏病发 你爸爸是个好人 你妈妈 想把妈妈进回来住 小燕啊 你不能辜负你妈妈的一片苦心 她在这里有她的世界和生活 你在外面有你的世界和生活 她不想拖累你 你 再说她现在的状况 也不适合离开这儿了 你既然已经知道她在这儿了 想她的时候你随时可以来看她 你放心 有舅舅在 舅舅会照顾好她的 好 妈 小燕 你妈妈想让你喝她酿的酒 我知道她是个化学 你将会帮她休息 他使用我 拿 pec va 子 晚上 asm 我们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快睡吧 我还不困 我睡了 那个自己太大压力了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都会陪着你的 永远 永远能陪着你 永远能陪着你 妈妈还活着 小儿啊 想什么呢 这是爸爸的菜吗 我一直以为 爸爸妈妈 早就已经离开我了 但我没想到 妈妈她还在 你想到妈妈 虽然她现在 不能跟我说话 她不认识我 但我还是觉得 挺幸福的 妈妈的花雕酒和酱油 做得那么好 我很会她骄傲 你也应该为我骄傲 我是一个支持你所有的男朋友 那 请问男朋友 神之乌乌的比赛菜品是什么 滑雕醉泄 无需考虑 要是那个郭一阳 有任何的疑忧 我把她丢给你散药的海里去 不会不会太过分了 当然不会过分了 这花雕醉泄 可是咱们山之乌 两代出世的记忆传承 有你妈妈 还有你 还有郭一阳 还有 刘师傅 肯定会把她做得很好 那 要是那个写那明信 给我的人 再回来怎么办 我今天收到一个消息 那个显尼明信的人 以后再也不会对神之乌下手 真的 真的 喂 牛师傅 我和高兴正打算 什么 李经理醒了 那好 你 李叔 李哥 小柔来了 李叔 她一直让人要见你们的 快 李叔 小柔 你就是 秦依约 和阳勇敢的女儿 李叔 您怎么 您好 怡叔 怡叔 怡并 秦师傅 楊师傅 怡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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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李师傅 走 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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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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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不是 谁 小柔 小柔 老婆 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我要告诉你 慢慢说 叔叔 慢慢说 你怎么来了 你说 这是老郭的儿子 郭一扬 对 现在也在我们山之屋当总厨 郭的儿子 我刚才给妈妈打了个电话 把钱阿姨还在世的消息 告诉了他 你说什么 你说秦师傅 他 他还在世 他 李叔 他没死 你说 李叔 李叔 您别去弄啊 牛师傅 李叔 你们都别去弄 这事我们也刚知道 我们还去见过了 我下来慢慢跟你们说 你先喝点水 别激动 李叔 我爸跟我提过你 我想 你要说的事情 跟我妈妈告诉我 应该是同一件事 说 妈妈说 爸爸心里一直有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啊 说呀 二十年前 爸爸工作的地方 发生了食物中毒案 厨师两夫妇都被抓了 大家都以为是厨师夫妇的错 可其实 是餐厅老板为了节约成本 低下竞购了一批腊肉 把它混进了好的腊肉里 餐厅老板也不知道 这批腊肉有毒 当时他还在出差 接到消息回来的时候 厨师夫妇已经承认了 自己的罪行 人证物证巨在 警方很快就结了 餐厅老板就算愿意承认 也于事无骨 如果他承认 餐厅就会倒闭 人员就会被解散 于是 他怀着愧疚的心情 把这件事隐瞒了下来 我爸爸一直都知道这件事 可他没有办法 把真相说出来 他无法承受内心的痛苦 或者说 臃阿 你的意思是说 原来当年食物中毒胺 不是我爸爸慢慢造成的 而是 而是 而是你为我爸爸 你看 他们那会儿多年轻啊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还能一起创业 只可惜 后来的那些事情 原来都是我爸的错 小荣 该说对不起的那个人 是我 这些都是父辈的事情了 都过去了 高兴 其实高叔叔 因为这件事情 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很内疚 而且他已经全力去弥补了 其实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为什么高叔叔会给我这笔遗产 而且还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不得不承认 高叔叔 他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企业家 我很敬佩他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那你的爸妈 也是集团的同事 你也是个富二代 那咱们之间 就没有差距了 我们本来就没有差距 我们现在是创业二代 是平等的 得靠自己 好 那就让我们并肩作战 一起创业 杨竹竹 我也希望 能跟你同甘共苦 共创辉煌 高总敬礼 起来啦 好香啊 来这边亲一口 你干嘛呀 脏兮兮的早上起来 没帅啊 没起点 不脏啊 你说我这胃怎么这么难受啊 东方喜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你去医院看一看 你就是不停 你等会儿 你早上起来 你喝冰的 你胃难受 还喝冰牛奶 喝这个 乖啊 大水没味儿 先喝一点啊 饭晚上好了啊 好 饭晚上好了啊 哎 好热好热 不是 东方喜 我跟你说正事啊 你这个胃 今天一定要去医院去看一看 知道吗 聽话啊 老老老老老 大家好 你好这个狐的给你吃好不好 好好好 你先试咱か 快 给我拿一盘盘盘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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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啊 高总 很早 早 我把这个花雕醉蟹重新改良了一下 你再尝一下 来 杨大厨 咱们这次比赛的主菜 就用花雕醉蟹 真的 味道好极了 那太好了 现在差点了很多 腌制的时间可以再长一点 我觉得既然是一个比赛 其实我们在摆盘上 也是应该有很多讲究的 这样可以为我们赢得更多的分数 对 摆盘要讲究 你觉得云雾的概念怎么样 云雾的概念 这个创意好 至于你胃上的阴影到底是什么 有一周之后才能出结果 大夫 我 我不会得癌症了吧 结果没处理之前 我们不能下定位 不要 您好 我找一下梁春辉先生 请问您有预约吗 没有 对不起 我们梁总他 很忙 我知道 你告诉他 我是李大白的老公 请 请进 你说你是谁 李大白的合法丈夫 东方齐 这是什么意思 干嘛 你非要今天约我啊 我过两天出差 走之前呢 想再见你 其实 你不约我 其实 你不约我 我也打算约你的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我跟你说 等我那傻媳妇啊 她家那拆钱款一下子 我把钱一奔 我马上跟她离婚 你想去哪儿 咱就去哪儿 真的 都放棋 大白啊 媳妇 媳妇 你怎么在这儿呢 哎 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怎么在这儿呢 哎 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同学小美 大白 不是 我们这同 媳妇 媳妇 你听我解释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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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李顿上讲 你们并不是夫妻 从法律上讲 我们就是夫妻 我今天来 是想求你一件事 你说 女演员啊 女演员啊 谢谢 好 行 都给你收拾好了 以后好好打 好 大白 我 你以后一段话来 我 媳妇 我跟你说实话啊 我真的不怕死 但是呢 我又不小心 再马上去死 昨天晚上啊 我还想了想了 等这月开了工资 我把我所有钱凑一凑 给你买一个 贵点的戒指 到时候我也请了好多人 在山州屋门口 我们气球 玫瑰 求婚 咱也来个一系列的 你不是特羡慕人家吗 对吧 咱不羡慕 哥能给你的 我全给你 绝不保留 再然后 然后 然后咱俩就 圆了房 刘安房呢 我每天都给你腻着 我拉着你走在大街上 我就喊 媳妇 媳妇 我对着别人说 这我媳妇李大白啊 好 再然后 再然后 就是正式婚礼了 咱的办得隆重一点 让那个杨晓柔和高兴 按照开业时候 那个婚礼办一个 我办得比他们还好 然后就该 要小孩了 要一个不够 现在国家政策 不都得要俩吗 对吧 咱要俩 女孩像你 男孩也长得像你 但我说的只是长相啊 智商不行 你这智商太弱了 然后我就 我就占好多好多钱 每年 每年我就带着 天家老小 我们去海边 我在 大海边 对着你喊 我说 我说李大白 你个缺鸡炎吧 你就给我喊 一个东方琪 你有病啊 我 我真有病 我每天都在心 我小的客户了 你真的小的客户了 不成心就忘了牵着你的手 一转身就再也不能够 伤入在绚烂短暂的烟火 你永远无法去留住的 我从来 从来没有心中一日 我怎么就 我怎么就 我怎么喜欢你 我只能看着你 空暗度 不小心的以后 一放手就落空 偷偷地躲在角落里 做沾默 不小心的借口 铺光了我们的美梦 只剩下满地的随便 在闪烁 放你的碎片 再回不到从前 应该一直亮着的光 怎么熄灭 泛黄的相片 模糊了你暗笑的脸 不小心就拼命抹写 你的名字还有侧脸 怎么那些我都看不见 不小心的以后 一放手就落空 偷偷地躲在角落里 做着梦 不小心的借口 铺光了我们的美梦 只剩下满地的随便 在闪烁 啊 Zither Harp 行了 老东西该滚大了 真够齐的你们 下次要再这样 还是这么齐 那就该你们站着我躺着了吧 何叔 说实了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我的第二春还没开始了 李大姐 事业的第二春 想哪去了 何叔 你放心 我们方山集团现在开始做工艺 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地扶持我 扶持 肯定扶持 但是 新时代的评选活动当中 我一定会一视同仁 要想绕着走什么 没门 何叔 我是那种绕圈子走路的人吗 行了 方山就交给你们了 一定要好好带着 何叔 你放心吧 我们大家都会努力的 我真没想到 那件事情是老高做的 可惜了勇敢和秦姐也同分析的 你们一定要好好带笑容 有时间的话我会去看秦姐 何叔 您放心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下人我一定会照顾好他 韩墨 经济侦查部门的人跟我说 老沈之务侵占的罪名成立 很快就要宣判了 找个时间跟我去看看他吧 再怎么说也是老火了 这辈子 您了得晚节不保 挺可怜的 听说得完吧 好 走了 何叔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问您 问 之前山之屋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您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 现在又把权力交了出来 我想 您应该从来没有想过 拿走股权这个事情吧 是 我知道 我爸还在世的时候 你们肯定已经达成了共识 现在对我们的所有的刁难 其实都是对我们的历练 是不是 这是我们老哥俩的历遇 别再问了 何叔 你放心 秘密就是秘密 但我们一定会把方山这个集团 结完结得很好 那我就放心了 好好地 不管怎么样 不能让方山倒下 你们站在这儿 记住我这句话 赵总 又有什么事 您的羊 您的可爱的羊呢 对啊 对啊 好 又 有了个小孙子 真的 传给他了 走了 走了 一路平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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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叔走了 离开了他服务了三十年的方山集团 从高沙餐厅到山之物在的方山集团 何叔付出了三十年的心血 从当年热衷于厨厅的小青年 成了用智慧和勇气领住方山集团的元老 方山集团记录了何叔的整个青川 他为理想奉献了自己的半辈子 很光荣 怎么样 怎么样 快告诉我 你回来得正好 结果刚出来 洋主厨回来以后 双主厨特别给力 餐厅的出品和服务能力 都增强了很多 现在评分是蹭蹭蹭的往上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啊 你就告诉我 现在第几面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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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猜成绩肯定不错 这束花送给我们二位 辛苦的主厨 来 这 第三名 对了 下个礼拜就是 新时代的现场比赛了 这五家入围的餐厅 要挑选出三家最佳新餐厅 那我们得努力拿第一了呀 什么叫努力拿第一 是必须拿第一 我告诉你啊 这次只要我们拿来 新时代的第一名 就有机会参加美食协会举办的 全球餐厅品群 这么脏 一阳哥哥 你要努力哦 我们一阳粉丝后援会 全体两百位粉丝为你加油 我 我什么时候有两百多个粉丝了 我沈帅是着急粉丝还不容易 你放心吧 我们的粉丝后援会合法合程序 全部都是真爱粉 就等你一声令下 全部都是真爱粉 就等你一声令下 别笑了 你就是个粉丝最大的头你 不过这次的初真 还全靠你们两个了 加油 来 一起加给我 山之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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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妈 你说那个房子我过来看了一下 我算了算 如果要是买两室一厅的话 再加上装修的钱 咱家哪有那么多钱呀 负担不起的 而且他们这物业费特别贵 要不要考虑一下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呀 那可怎么办啦 真的要搬到郊区去住呀 哎呀 要不你们再商量商量啊 妈 她忙 哎哟 小青忙什么啦 哎 你们没什么事吧 没事 我们俩能有什么事啊 那个 但是妈 您可做好心理准备啊 嗯 估计咱们家得搬到 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买了 明天我再去看看 其他几个楼盘 嗯 知道的啦 好 大白 来买房 哦 买房 不是 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们公司代理的 哦 朝阳基产吗 嗯 我给你推荐一块 五栋八号楼 这栋楼是我们的楼王 喜欢吗 嗯 挺好的 送你一趟 我 哦不 不不不不 大白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 单纯地喜欢你 想送你一趟 就算你不喜欢我 也没有关系 当我老了 有一天路过这里 看到 其中有一间亮着灯 我也想起那个 我心爱的人 他住在那里 他现在也老了 还是孙满堂 跟心爱的人 幸福地过着 我就特别地开心